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舒服績界小教室 我是摩羯座的宋鳳醫師 只講科學證據的皮膚科醫師 我們這個月要談的是 悶熱夏天的青春痘、油脂分泌這些問題 講到青春痘 身為肌膚監測的醫師 我們最不滿的其實是複雜話 青春痘你常常聽到的是 角質增生異常 然後有細菌感染 出油量太大 荷爾蒙、熬夜、吃藥、月經 然後連跟你媽聊天聊太晚 然後念書太勤快 然後上妝啊 粉底啊 原因那麼多 有時候想一想連冬天吃麻油雞都會出問題 那青春痘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跟各位講從基督間的角度來看 青春痘只有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很簡單就是毛孔堵塞 那毛孔堵塞可能是因為角質異常 那往往是因為乳化錯誤 就是當你把油管跟水管塞住以後 你的角質就沒辦法乳化 沒辦法乳化它會塞住毛孔 因為塞住毛孔它才會有後續的問題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後續問題跟各位講清楚 身為皮膚科醫師 今天基督間這個醫師 我常常關心的是你在看一個疾病的時候 能不能像端午節的粽子一樣 你把那個粽子拎起來 然後它所有的粽子跟你走 那如果一顆一顆一顆 我跟你講你光抱著你已經抱不完 青春痘我們常常在講控油 那為了控油你要付出什麼代價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雷射 你可能要擦A酸 你要吃A酸對不對 然後可是就算控油了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毛孔是塞著 如果你毛孔是塞著 它本來就會缺氧 在燕養環境下不管你油控的多好 在燕養環境下你的醋瘡感菌都會增生 然後再狠一點你的毛孔滿 就是現在大家都在談的那個 九招玫瑰般的毛孔滿 也會增生 然後你就有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毛孔發炎 換句話說控油一定不是青春痘痘的真正解法 如果控油可以治療青春痘 你就不會看到燕養的那個醋瘡感菌增生 那跟各位講一下 重新再講一下 青春痘痘的控油是果 就是你好好想想看 我們在之前都跟各位報告 如果你把皮膚的出油量 出水量都控制好 然後它們能夠很順暢出來 你的皮膚就會乳化 你的皮膚能乳化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你的油 會被乳化成你的酸性保護膜 這時候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滋潤 因為你的臉上有酸性保護膜 而且你不會覺得你的油很多 你會覺得你的油很多 是因為你臉上的油沒有辦法乳化 然後變成廢油 這時候你去控油 往往控住的 你要知道所謂的控油 它會刺激或者會抑制皮脂腺的分泌 然後這些東西往往會刺激真皮 因此如果你注意到你自己很認真的控油 很認真的抗痘 你的青人痘跟粉飾 其實是沒辦法完全避免 但是你會很容易變成敏感肌 因此青人痘要不要控油 因為油是輔音 請你去維持你皮膚的正常代謝 這才是真正的結果 不要做控油的動作 我們常常在講 青人痘的治療裡面其實難度不高 你會發覺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當你沒有去做控油抗痘 你只要好好的運動底下 你看那些運動員 他們臉上其實不太有痘子 或者就算有痘子很快就代謝掉了 這件事告訴你什麼 這件事告訴你最重要的是 你能夠出油出水 然後你的皮膚能夠正常代謝 而不是控油 所以青人痘的治癒在這裡 第一個不要錯誤的控油抗痘 不要錯誤的擦防曬品 不要錯誤的遮蔽它 然後過度的洗臉 讓你的皮膚過度乾燥 使得角質堆積 如果你能夠好好的維持 你皮膚正常的出油出水 然後正常的運動 然後必賽這樣子 你的皮膚其實是可以治癒的 這就是青人痘痘的治癒法寶 沒有第二條路 你們看我這麼賣力的表演對不對 然後給各位這麼多知識 然後還要裝得跟魯夫一樣 這樣很辛苦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應該考慮一下 點讚訂閱分享 鼓勵一下我們的小編 不是我 因為你再鼓勵下去 他下次可能叫我扮那個 小美人魚裡頭那隻章魚了 好吧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呢 謝謝 loop